共同的梦想家 就爱给你有爱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子新闻 今天在现场的是 全球第一位中文人类图分析师 乔伊斯 大家好 其实我觉得能够在神秘学上 先去做一个先驱 我觉得也算是造福人类 因为真的很多人是迷惘的 就算是他可能是职场上 非常精明干练的人 他可能也在某些部分是 觉得他不着边际 然后我抓不到重点 我不知道怎么跟小孩相处 或老公相处 或者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心是空的 我不知道我现在有这些成就 有什么用这样子 所以你在出的这本新书 叫做人类图自私的觉悟当中 其实是应该说 他虽然看起来是散文或是小故事 其实是不是就是你在 我们不能说看枕 就是在跟大家不同的人见面 分析他人类图的时候 你会最有感触的是 这些故事你会拿出来 去告诉大家一些人生的道理 对不对 比如说在跟你 要怎么讲 不能说问枕 要怎么说 做个案 在跟你做个案的 就是人类的烦恼当中 大概前几大会是什么 觉得自己不够好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认为 很多很多 就是不管他再做到多好 都会觉得自己 是不是还不够好 然后所以所有的评论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天啊他是不是在讲我不够好 还是我哪里又没做好了 那种很内心的 请问这个比例 是不是大部分是女性 男性也有 但是因为男性 但比例上来说 我觉得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模式不一样 就是女性比较坦白的可以承认这件事 男性不能 那男性会怎么承认 他们就会变成包装成 他们不在乎 但是事实上变得很玻璃型 就是只要有蛛丝马迹 他觉得你看清他 他就是立刻整个就武装起来了 就爆炸 对 就开始跟你战斗 是 就证明说他没有 他是够好的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都有 但是表现出来的形态 非常的不一样 可是我在观察 我自己家里的例子 就是小孩刚好一女一男 我女儿真的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常常给她鼓励 什么什么 我觉得也不需要 因为她很自律 我觉得她自己做得非常好 可是她也是会比较容易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那可是我的男孩子 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就是我在一个脱口秀上面看的 那个女 就是在讲的那个女生 她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脱口秀节目 她讲完这个论述 她上网被网爆疯了 你说普世男那个吗 对对对 就是所有男人都攻击她 你在说什么 她说我弟弟就很普通啊 她有一次 好不容易考了个60分 她拿着考卷 就得意到就说 耶 我是世界第一人 是 真的我在看我儿子跟女儿 真的就是这两种差别 对是 我儿子大概就是考到一个 还比如说假设80分 他就会觉得 妈我跟你讲我功课很好 就是这样 我就说 这样吗 我当然也不会打击她 我说你觉得这样 我就这样够啦 这样 那可是我女儿就 妈怎么办 我这次居然逼家 因为她其他都A 我就 我这个我可以跟你讲一个 就是我的双胞胎儿子呢 就是后来高中 因为他们念书不是很擅长 所以他们就去决定念复兴美工嘛 然后我的大女儿不是考上台大吗 她是台大会计系的 所以其实呢 他们第一次 这两个双胞胎跑去念复兴美工 然后第一个学习回来 就考得很好 因为其实以前功课都烂 那考了复兴美工 就因为很喜欢画画 所以他们考了第一名 然后回来之后 他们就很得意哦 就说我们考第一名 我们虽然很棒 是不是 然后他就跟他姐姐说 我现在很棒 然后我们老师说 以后我们也可以插大 所以我也是有可能上台大的 然后他姐姐就跟他讲说 哦那很好啊 可是我已经是台大了 然后呢 他就说 所以你现在赶快去晾衣服吧 因为今天轮到你做家室 然后那个弟弟就说 你现在这个口气是跟一个第一名的人说话吗 好可爱哦 然后我女儿就说 是一个台大的在跟你说话 对啊 可是你相对像听起来 女儿也是有这个自信啊 那是因为我们从小一直鼓励他 对那为什么你觉得性别上 是后天的大环境影响 比如说东方社会已经赋予说 男人就是第一性 女人只是第二性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从芭比的那一部电影可以看到 因为你记得里面那个桥段就是 那个男主角跑去医院说 我可以当医生啊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是男人啊 我觉得他们就是不知 我觉得是整个父权世界 好像赋予他们 他们是很优化的 可是在我们家庭里 我们是非常女权世界的 就是我也不懂 所以我有点怕他是基因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是 外在环境会改变基因 那代代相传下来 基因就变成这样 可是我就想说我前思后想 我是给我女儿很多鼓励 正面的 对 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会 对 我觉得是一个集体医师的制约 是不是 是 那所以我们生小孩的时候 就应该先到西方去把小孩生下来 然后让他获得一些女男平等的这种想法 不要妄自菲薄 对啊 就是我觉得东方在这一块 的确有很大的进化的空间 嗯 ok 好 所以其实 但是我这样子相对我们也会担心 担心男性 就比如说 我也看得到我儿子的挫败 比如他在某一个范围内 他就觉得我就是很棒 我就是怎么样 就出了这个舒适圈 他突然面对现实的残酷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打击对很多的男性 或者是很有自信的女性来说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的确是 的确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会分成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原本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然后遇到很大的打击 要么就是硬 但是其实内心碎成一片片 他不会让你知道 然后另外一种他真的是全面崩毁 嗯 对那他们就需要花更大的时间把自己重整起来 嗯 那这种崩坏就是觉得自己没有 嗯应该这样讲 他不是说叫你要自卑 而是说让你眼界更开阔之后 发现就是说你不要那么自大 嗯嗯 但你还是很自重 应该这样讲 对但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课题不一样 学习的历程不一样 那如果有些人没有办法自行 或者是真的做这些调整的话 那就只能够停留在既定的框架里头 嗯OK 那在你这本书里面呢 我们看到人类图自私的觉悟当中 第一张呢 就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是果类图 其实他是用不同的水果来讲讲你人生 这个你你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我们上次介绍过那个 呃 覆盆子 还有蓝莓葡萄啊 很多这个草莓啊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第二张提到41号咱们幻想世界的视角 这又是什么 呃 其实41号咱们在人类图里头讲的是一种 就是呃 一直渴望去有新的体验 所以其实在41号咱们我们会说就是幻想是我们的超能力 那由于这个咱们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咱们 其实对陶瓷来讲也是 对陶瓷姐也是 真的吗 对对对 你有我的人类图吗 有啊有看过一次 那我41号咱们有开吗 有有有是很重要的一个咱们 是我连喉咙那条不是 不是不是 41号咱们是在下面 根部中心 这里这里 就在这边 对对对对 好像你那时候就有讲我那条是通的是不是 梦想家通道 哦 对对对 OK 我是有一条是什么喉咙连到哪里的 你说那个是讲话很有影响力的 哦 三十一期领导力的通道 哦 OK 好 今天跟这个Joyce来聊聊人类图自私的觉悟 其实他是用散文 他的文笔功力非常好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深入浅出的方法来读 然后你慢慢去了解之后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迷惘 然后你想要去了解你自己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不一定要马上去研究那个图 对 你可以先从这本书里面去了解到说 你的人生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障碍也好 或者是不解啊 他就帮你解个祸 那刚刚讲到第二章节 四十一号杂门你说是创造力 四十一号杂门其实是损挂 他就是一个很渴望投入新的体验 所以是幻想的能力 幻想 对幻想 这个杂门是就要看他开不开吗 对对 有没有被启动 就是没有 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杂门都会开的 对不是 就是看你 他刚讲的被启动的意思是 有被圈起来 他比较有这方面能力吗 对对对 他具有这个部分的特质 那为什么你会突然在这本书第二章要讨论四十一号杂门 因为其实四十一号杂门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奇幻异象 就是有很多新的想法或不同的切入点 然后也很喜欢新鲜的事物 所以其实由于这个杂门对我的整个设计来讲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其实想要提出来就是说 有很多时候一些小事件发生 可能你觉得很烦啊 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烦恼 或annoying 就讨厌 可是事实上以我的角度来看 我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奇幻世界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 对 因为我就很好奇嘛 我会先看这个就是每一个章节这样子 嗯 他其中一个是说 打翻热影是要告诉你点点点 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打翻热影就是 我以为就是射手座很会打翻东西 就是 我在讲就是那个纸杯注定 他就是要打翻的 嗯 那纸杯打翻有他的使命 所以他只是完成他的使命 纸杯打翻都有使命 对 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的使命就是呢 在你打翻热影的那个瞬间 你的大天使会 在你的脑中的某个开关给他关掉 所以有一些事情 有些坑你就不用再去经历一次了 就比如说你在很烦一件事 突然一个饮料倒了 你就要去整理桌面 对 然后你刚刚正在凡的认识 就会关掉 对 然后你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然后就误入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真的 所以这是大天使觉得说 这个课题你已经做过了 所以不用再陷入同样的困局 所以其实是大天使在帮你 我想问一下Joyce 就是说这是 真的吗 人类图这件事教你的 还是你因为感应到你 自己一直学一直学 你有个灵感 就是发现说 其实事情可能是这样的解释 所以你把自己的感应写下来的 对这是我自己的 这跟人类图没什么关系 人类图没有说纸杯打翻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 我觉得你的写作很奇妙 他说 一手打翻你的杯中热饮 一手在你脑中迅速按下按钮 这些动作必须在零点九八七秒内同步完成 这是神的规矩不然不圆满 对你知道为什么是九八七吗 就白痴哦 对啊 但我看到的时候 我有想到就白痴吗 你懂我 是 然后他说 若不圆满 就无法阻止你去经历那件蠢事或烂事 对 你会遇见某个白痴 这整件事会让你抓狂 你的天使时时刻刻都要守护你 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沮丧 然后这个哭闹生气气 他会觉得心烦 所以等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大天使在我们身边吗 我觉得有啊 我也觉得我有我的神 我可以跟他讲话 真的哦 就是一个妄想症的一个 可是我有时候觉得那个是 你看各个神秘学或宗教 他有可以串联起来 或是这个宗教讲什么 等于那个宗教讲的什么 你刚刚讲这个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姓西藏密宗的朋友 是 他说那叫高我 OK 高我也是我 是 因为你可能认为是一个第三者 就是大天使 一个神 但事实上可能在那个西藏密宗里面 他觉得那是也是你 对 是另外一个 就是其实我们人的能力 不是仅限于我们 认为的那样 鲜少开发的大脑 事实上为什么有人能够弯汤匙 或有人什么 他说这个在很多的 可认证的学术机构里都在研究的 他并不是好像说荒诞不惊 怎么在乱讲什么 怎么超能力是有这件事的 好 那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西藏密宗就会讲说 高我 你的高我 为什么你会想说 假设我 我家住新殿山上 我现在傍晚六点半 我要去市区 走哪一个条路最好 你秒判断 零点九八七也判断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除了集结你的人生经验 你的开车经验 你对这个城市交通的理解 所以那个高我 就已经速算好 就给你一个 他说高我有可能像是一个 无人机 就 他已经升空了 他已经看完了 然后他瞬间告诉你那个答案 对啊对啊 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是可以 结合起来 包括像是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 他在讲直觉 他说直觉决定你的生死 比如说你走进你的公寓 就后面跟进来一个男的 然后他进了电梯 他没有按楼层 你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 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高 我在叫你 你要注意 be aware 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为什么你的 你的高我可能就 撒撒撒就跳出来 然后写了很多 潜血易懂的故事 然后让大家从这些故事去 哦联想到自己的 联到自己的生活经验 嗯嗯 我觉得好像是 你有这样的任务的感觉 我觉得有 而且其实我常常威胁我的神 什么意思 你在威胁自己啊 对我就会跟他说 我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然后你现在要帮我一把 然后你要帮我就是安排一些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让我心想事成 不然我不努力了 有之类的 然后很容易就会 很多事情就有奇妙的安排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都是自我的 心理的力量在较劲 哦 ok 比如说你看哦 就是好 我就常常在问一题 我还是没有把那个问题组织好 我就常在我们节目在 介绍戏剧或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以后的影评应该加一个 不是算不算景语而是提醒语 就是请这部片是你要睡 睡饱十小时以后再来看 或者是这部片是你在 呃就是人生低潮或什么再来看 ok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比如大家都推一个剧很好看 我就看不进去 可能那时候我的状态不在那个 我懂我懂 对 所以其实就像你 你在每一个章节呼吁的事情不一样 对比如说我们待会来聊一聊 顺应生命之流 你会浮起来的 我觉得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呢 就是特别会去从生活的细节里去 呃找脉络 然后做结论 是然后就有一个 你自己的果实就跳出来了 自己的结论 对比如说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顺应生命之流是发生在 你曾经经历过什么事件 就是我去潜水 差点淹死 是浮潜吗 是浮潜对 我跟你讲浮潜我过不了一关 是我根本跳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站不起来吗 不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地板 哦 那个是空的 是啊是空的 然后后来是 因为我那时候要出外景 我就跟制作人说 没关系那你踢我 他就真的把我推了 推我 他就把我推下去之后 我浮起来 第一句话就是一连串的 三字巾一直骂他 对 今天问您专访的是Joyce 他带来这个人类图哦 其实我觉得一门学问 好像也不是 比如说这样讲 比如说我在看这个国师 他在他在讲 他年轻的时候 我看他讲星座 跟现在讲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我觉得在神秘学里面 其实要结合你在人世间行走的经验 是 那个才能让我们突然 觉知说 OK我懂了 原来是这个道理 因为如果只是一些 比较虚妄的空谈的话 我觉得他会觉得 对摸不着边际嘛 那在你刚刚那个顺应生命之流 就是你去菲律宾的薄荷岛 对 浮潜 然后你悟到了什么 因为我就跟你刚刚讲一样 我其实很难下去 可是因为那时候 我刚好就是坐着一个小船出航 然后是一个family嘛 所以其实一个爸爸妈妈 然后长得都非常的帅 因为他们都印度裔的 然后有三个小孩 因为他们从新加坡来的 两个小孩 他们从新加坡来 所以这个爸爸跟妈妈 非常的厉害 他们就是很悠游自得的 就是在浮潜嘛 然后当然那个 大家就说 赶快下来赶快下来 所以我就心狠就跳下去 然后我差点没淹死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好紧张好紧张 因为你一紧绷 你就会沉下去 肌肉就僵硬 对你要很放松 就会浮起来 所以其实那个爸爸就是 他非常的放松的 跟他的孩子们讲 因为那两个女孩子 也是跟我一样第一次 所以他们就尖叫 然后大叫 然后就整个混乱 然后那个爸爸就说 你放松 你放松 你看我放松 然后如果这件事情 你还没有办法施力 你要放松 因为这是你在保留 自己的实力 然后等到你可以游的时候 你就尽力去游 但是有时候就是要放松 那放松是需要学习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对我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震撼 就let go let go 不要太紧绷或用力 对 或者是认为说 你要用力才会得到什么 其实放松是好的 可是你知道老师 我有时候觉得这就是说 像我刚刚讲的状态 你在不同的情形下 你要调整 你知道我因为 之前主持大型节目 我就会在问我自己 我有必要那么紧张吗 所以我真的有一两次 是放松的 结果不好 就上台前到底应该放松 还是紧绷 你知道那个 我还在抓 就是你比如演唱跟演讲 跟主持什么什么 那个你不能每次都紧绷 也不能每次都放松 我懂我懂 是啊 因为你不能放松 就是就随便 松到随便 松到随便不行 但是你要紧 但又不能过度的紧绷 又没有弹性 所以真的很困难 很难抓 所以就是一直到今天 我都我都可以听到 那种最资深的老歌手 在飞机上碰到年轻歌手 然后两个人在讨论 那个比如说 Ear Monitor的设备 该怎么用 就是Even他已经是 三四十年的唱歌了 可是他还是觉得说 不对不对 有一天我碰到的状况 不是这样 所以我 我觉得人好辛苦 可是我确实觉得 有些人真的很 Legos 有人是 那种人是什么 就太Legos了 可能他们要紧绷一点 那我们太紧绷 可能要Legos一点 可是到底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你学了人类图之后 你觉得你的人生 有什么改变 其实我是一个 很紧绷的人 就是从小到大都很紧绷 然后就是 每天都很戒胜恐惧 如令深渊的活着 那我觉得学完 人类图之后就是 其实我慢慢的明白 有些事情 它是有一个更大的安排 那我觉得 所谓的Legos 比较是我投降与 这一切的安排 有些事情在对的 实际点会发生 那如果那个实际点 还没到来 我就算把自己紧绷到死 也没有用 因为在人类图里面 还有一个什么 什么叫什么 见骨 见骨的回应 的回应 什么的回应等等 因为那时候 我的人类图算出来 就是说 你都要等待别人邀请 可是我的个性里面 又有很积极的说 来来我们来组个团吧 我们来组个什么吧 所以常在那个时候 那个人类图的那个提醒 就会出现在我脑海 然后我就会说 没关系 不要等 不要等 我们就努力去做 可是往往结果不好 我又会回到 那句话说 你看吧 你为什么不等 可是我们又很怕说 现在你知道 时代的洪流 我们很容易被刷掉 我们再等 就没有机会了 这种东西 怎么去给 就是人类图 给我的建议 跟我实际 能够接受而执行 还是有一点差距 因为其实 人类图讲的 但并不是说 都不要做 他讲的是说 你有回应 比如说 你有能量做 你就精力去做 没有的话 也不用逼自己 那有很多的焦虑 我觉得 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比如说 时代的洪流 就像一开始 你问我说 你怎么没有做 先上课程 因为其实 我就是真的 没有回应 所以 但我也很焦虑 我在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 做些什么 对吧 可是我真的 我知道说 我若振起来 然后去做 那我会很用力 但是事实上 我其实是不快乐 结果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或许 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正确的实际点 所以我只能够 很自私的 跟自己说 我就先等一下吧 那如果这件事情 我被时代的洪流 有些人先做 那就是他的道路 那不是我的 那我接受我的安排 可能不是这样子的 但我觉得能接受 也是一种大智慧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 这个Joyce 如果你想明白一下 人类图要告诉你什么 我觉得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 人类图自私的觉悟 然后你去问问你的人生 有没有很多方面 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非常谢谢Joyce 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陶子姐 谢谢 拜拜 拜拜 就爱点你 UFO